陳欣梅透露得到老公陳豪支持 已經在談新戲,準備復出 梁詠琪到內地宣傳電影 探訪視像學校時感觸落淚 陳柏宇做了全職奶爸 連續兩天帶著女女開工 少妍並沒有想念出了浮擊太太 HELLO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到PLUS 我是CK 朱俊傑 女神Chris Hemsworth 除了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之外 亦是他子女的英雄 戒因人氣爆燈的他宣布 今年內不會再接新的片藥 為的是要暫時適應陪下家人 他還說很不忍心見到子女 經常見到他離開家時依依不捨的樣子 真是一個絕世好巴 陳欣梅這天擔任無飲館活動 啟動禮嘉賓 她本身也非常支持環保 平時會向子女灌輸這方面的知識 我也會說不同的故事 去鼓勵牠們為何需要環保 有可能跟牠們說… 帶牠們給予一些不同的畫面 動物當牠們有很多垃圾在家裡 在海裡,牠們不能動 或者吃了肚子,牠們會死 我會展示給牠們看 亦會…有可能拿個例子 你會否喜歡你家裡有這麼多垃圾 如果你家裡有這麼多垃圾時 你不能呼吸,有地方讓你玩嗎 用這些例子,牠們就會覺得 我們需要保護牠們 我們需要保護牠們的家庭 這樣吧 用一些有可能比較寶寶的 嬰兒的方式去教牠們 Amy透露 已經為子女計劃好暑期活動了 還打算帶牠們回加拿大 可惜老公陳豪要開工 不可以同行 沒有,牠每一年都很忙 牠每一年都沒有 這次牠也在開拍 接下來要拍電視劇 牠剛剛拍完電影 所以牠也沒有時間 可以跟我們一起飛 所以沒關係,牠又放假 我又回家裡放假 你又要切個臭衣服 對,沒關係… 我真的很享受 說起老公忙於工作 Amy就說很希望忙著開工的人 是自己 還希望快點有新作品 帶給觀眾 我說不可以只你做事 我也要做事 其實牠也知道我很喜歡拍攝 牠也很支持 所以如果接下來聊電影 聊劇本 如果成事,牠也很支持 希望吧,希望時間能夾得到 向來都是愛狗人士的梁詠琪 日前跟導演羅詠昌 去了廣州、深圳和武漢 為主演的盜蠻犬電影做宣傳 整個行程也有盜蠻犬培行 接著Gigi乘搭輕軌電車 以及到訪大學 而Gigi又跟團體 去探訪一間視張兒童學校 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 你好…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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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視張兒童 都是第一次接觸到盜蠻犬 所以表現得相當活躍 Gigi都融入其中 為他們講解盜蠻犬的知識 後來幾位視張兒童 在台上自彈、自唱電影插曲時 台下的學生和家長都一起大合唱 這個場面令Gigi相當感動 還忍不住落淚 來自拍攝 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 帶我凝蓮自己的變幻 你是我的眼 帶著穿淚的勇氣的人潮 你是我的眼 帶我為自己的變幻 你是我的眼 因為你是我的眼 讓我看見 所需漸漸在我眼前 Supergirls的成員吳嘉熙 這天到電台宣傳新歌 透露新作的靈感 就是來自朋友 慘痛的愛情經歷 我將他寫在這首歌上 因為他遇到一個戰男人 又說謊,又出軌 又對他言語暴力 精神虐待,又真的動手一腳 他也忍受了他五年 我將他這五年 這麼黑暗的時光 寫在一首歌上 Sheronna早前為新歌拍攝音樂影片 要他在炎熱的天氣之下拍攝 也挺辛苦的 唯一是天氣問題 令整件事很辛苦 因為那天很焗 而且我拍攝時 也會在隧道內 有點不通風 所以我整天都在很濕的狀態 所以我的髮型師… 因為我整個頭髮都濕了 然後他不斷在我不需要拍攝時 就叫我出來 然後冷靜一下 因為這首歌比以往的跳舞多 所以我覺得跳完之後 要有一種不流汗的狀態 但要快點拍攝是有點難度的 日前是楊成林的生日 身為男朋友的李榮浩 當然很懂得做 第一時間就出帖子祝賀 不過這個第一時間就不太準時 佳因李榮浩想太久應該怎樣寫 幸好Rainley都說 無論怎樣都感受到他的祝福 果然是愛得有多深 想得有多認真 適逢這天就是世界環境日 唐文龍去了電台宣揚環保的訊息 他早前參加了一些環保影片的拍攝 加上被網民發現他經常分享 和回收箱的合照 隨即多了一些環保俠 環保男神的稱號 以前也有在不同地方收拾垃圾 但不會上網 而且以前也沒有網上上網 對嗎 是 而且一直以來也不想上網 因為怕廣大的市民覺得 好像你在做表演一樣 但我覺得現在我們到了這個階段 因為污染、碳化、塑膠的情況 我們真的要針對 所以也不怕被人說 可能你這樣貼上去好像很假 很表演,就照樣貼上貼 說到工作方面 唐文龍說近期因為檔期問題 錯失了一些工作機會 覺得有點可惜 我本來跟陳穆勝導演有機會合作 他們找我,我也很開心 只不過可惜是一個檔期撞了 跟內地那個 但現在那邊又沒有了 這邊他們也找另一個 我覺得有點可惜 有機會再合作,謝謝他們 鄧達志日前出席活動 分享圍村建築特色 身為元朗平山鄧氏後人的William 透露,預計會花不超過300萬元 收拾由300年歷史的祖屋 之前一直花了很多錢 但將會將來一個更大的裝修 會更貴,更大 但很有趣 因為我保留外牆 結合青磚和新的物料 剛才提到青磚 是否自己小時候都沒有甚麼冷氣 青磚是很重要的建築素材 我小時候,不像你們小時候 當時是沒有冷氣的 冷氣是沒有平常的 一定沒有冷氣,有風扇 但因為我們都好運 家裡是青磚屋 而且很高樓底,在地上是麻石 夏天鋪了草籽在地上 在地上就睡了 睡了一個夏天 已經很涼爽、很舒服 William去年確診幻想前列絲癌 早前做完手術 這天他亦和大家談及現時的身體狀況 一位醫生,我都很滿意 雖然有些時間是長的 是讓他完成時間 但還不錯,謝謝 陳柏遠這天 再次帶她八個月大的女兒 一起開工,去到電台接受訪問 說到因為是太太 來港,去到外地工作 Jason要獨自照顧女兒 來到做全職奶爸的第二天 他竟然說還沒有想念老婆 有了嗎 老婆多想念我們 對嗎?他怎樣 有說叫你給女兒… 有,他每晚都說要臉書 昨天也有跟她臉書 他又認得 他認得到電話裡的那個是媽媽 她說因為媽媽在這裡 但媽媽又不在,她又有點悶悶 我說你別跟她說了 我說她開始悶悶悶悶 關了電話,沒事 最難… 其實只不過是她… 晚上睡覺… 哄她睡覺那一刻 但其實哄她睡覺後就好很多 因為她也可以睡到天亮 女女真的非常精靈可愛 不知道她會叫Jason做爸爸嗎 其實她還未正式喊爸爸 她只是喊爸爸 是因為她唯一發到的音是爸爸 但她不是喊我做爸爸 所以嚴格來說也不是 為表揚有傑出貢獻的動作電影人 成龍已經第五年舉行 國際動作電影周 日前在北京的發布會上 她特別感謝一群 勞苦功高的幕後人員 我只是想說一句 太不容易了 真的是 在一個動作中 太不容易… 你不知道我們有多少工作量去做 我自己就覺得很累了 其實真的是幕後的這幫工作人員 真的在…謝謝你們 給你們… 給你們的鞠躬 真的… 不停的電話 不同的信息 太多的邀請 太多… 你們不會知道的 謝謝你們的支持 因為… 全國際電影都不是我的 是所有國際的電影人 動作電影人 謝謝你們 在每年的電影周中 成龍都會準備高難度的出場方式 不知道今年有甚麼驚喜帶給大家 今年他們…我的全家亂… 不能太透露 不能… 他們在籌備中… 籌備中… 他們在籌備中 日前有粉絲把陳曉冬的童年照 連同他女兒的照片一拼 發覺是餅飲一樣 不過這樣也不奇怪 最奇怪的是 東東自己也沒有這張照片 而且這個粉絲 還陸續傳多了幾張童年照給東東 令他勾起不少回憶 在這裡我可以跟各位歌手說 如果能夠廣腰無所不能的粉絲幫忙 可能整個童年都幫你找回來 劉心悠在新戲裡面飾演富二代 他搞笑地說 自己在戲裡面只是負責駕駛車 他還會分享早前去了北極圈 跑馬拉松的經歷 廣告回來有他的專訪 好,歡迎參加身邊的有心悠 好,歡迎參加身邊的有心悠 你好… 其實我們一向認識心悠 例如做的角色 也可能比較女生 但這次看片段已經有紋身出現 對… 很粗狂,對吧 在這部電影中有粗狂的一面 不如心悠先說一下 這部電影的角色會如何 其實這次的角色也不算很粗狂 有可能是長頭髮 我覺得很容易被人覺得很女生 這次就飾演一個中醫副二代 其實他從澳門有一些家底 他的性格也很黑白分明 九龍是警察 張照的 沒錯 他曾經發生了一些陰影 因為他的陰影令他放不下東西 所以被迫要看醫生 通常都是看心理醫生 你爸爸是看中醫的 對,這次就是看中醫 電影中我也有很多地方 我很願意去幫他 可能也是一些紋氣和張照的 對… 那個護膚是… 其實我曾經有個乳癌 即是起乳癌 對,所以因為乳癌 所以要切除我的胸部 所以其實這部電影 我需要做特技化妝 通常這些特技化妝 都會限制十多小時 那倒不用,因為我是這個部分 好的 那塊是一塊皮,像薄餅一樣 很大塊 首先要纏著胸部 然後包著 然後用膠貼著 然後貼完後才化紋身 那個紋身 那個紋身,因為我媽媽 曾經因為乳癌死了 所以我把我和媽媽的樣子 紋在我的胸前 變成一個很特別的護膚 化紋身、化妝 這部電影算是辛苦嗎 辛苦嗎?我覺得那部不是辛苦 而是尷尬 因為這部電影是說我沒有胸部 所以整部電影也不用怎樣穿 即是用那塊皮疙瘩 對,那塊皮疙瘩 潛了一個胸部後 有些人在你面前胸部才會慢慢 其實是很… 有點尷尬吧 但這部電影跟張俊比較多對手戲 阿俊這個角色也是很打的角色 他在片場的戲場是否很煩氣騰騰 他很友善 其實我們拍戲後要趕過雨 所以我想雙方也舒服很多 他有很多動作戲 我負責在戲中駕駛車 因為你是副二檔 對,我駕駛的那輛車 我記得有一場戲 導演說要演示我很有霸氣 所以我選擇了一個地方 是山區彎來彎去 好像在飄移 去到一個定點,要駕駛很快 導演說不用擔心 總之你去馬 然後我真的去不了 去不了,最後是沒事的 車子和人都在刮 而且真的刮了 我真的刮了 對,然後我看到 一直在摸著刮花的地方 好像很心痛 打氣真的沒試過 或是太順動作戲 有否有些戲種 你也想嘗試很久 其實我很想嘗試一些 真是多指體語言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說太多話 會洩漏了廣東話不好 但大家都覺得你已經是香港人了 是香港人的 在戲中,譬如是陳果導演 他怎樣導致你 你覺得他怎樣形容他的導演 我覺得導演不是需要破冰的人 其實他很適合就適合 他不是很直接地告訴你 他想要甚麼 我覺得這些人很舒服 男神的標準就像中學友 因為他我心中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他很有才華 然後他有一個好爸爸、好丈夫 他有很多角色,做得很好 這三個我都合作過 其實三個很不同的形象 但我跟Chilam合作過最多次 很喜歡Chilam 看到他就有些想笑的感覺 很開心… 希腐動物,隨便扔垃圾 他也會扣分 我不喜歡別人叫我寶寶 我喜歡別人怎樣叫我 劉心悠 接下來也知道你有不同的作品 會上映 例如最近大家也知道 紫華神 他的自編、自導、自業 第二部,很期待是心悠當女主角 是嗎?一聽到紫華找來 其實他的反應是怎樣 當然是很開心 而且這位亦是我很想合作的對象 對我來說 好像是一部由零開始建立這個角色 一個很好的機會 以演員來說 心悠電影 通常搜尋劉心悠 都會看到就是馬拉蟲 剛才穿北極跑圈回來 沒錯 聽聞天氣很大風效 對,那邊很冷… 總之一定是負拾到這樣的天氣 其實原本我們要去的是北極圈 即是地球最北90度的地方跑 那個地方其實是一塊很大塊的浮冰 因為很大塊,就像香港一樣 但它正在移動 但你感覺不到因為很大塊 但上面會發生很多很不同的事情 例如有時可能地面會裂開 或者是逐少恐怖的 有 你跑的時候真的有嗎 不…這次不幸運 沒有機會去北極圈 90度那邊跑 大會選了一個78度的地方 其實已經很北 那個地方沒有90度 好像負30度一樣 是 但還是冷的 是 我很期待北極圈出現 但一般人聽到北極圈是… 真的,會出現的 但原來那邊是… 總之你看到它,你就讓它吃掉 對,要速逃 所以… 但我依然很期待看到它 但不幸運地沒有看見它 馬拉松跑步 某程度成為了心油的習慣 或是會令你覺得 你跑步好像跑步也能吸引你一些東西 跑步的確是令我放鬆的一件事 但跑步是跑步 馬拉松是馬拉松 馬拉松是一個需要準備體力的 一個賽事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選擇 一個適合自己發洩的方法 有些人可能會去購物 我就是跑步 但我除了跑步 還有很多法事的方法 是嗎 例如我喜歡用姿態去發洩 例如我會去游泳 又可以打拳、跳繩 有很多事情做 但都是很累的方法 消耗自己的體力 別讓自己… 我想是精力太多 去想很多事情,很煩 所以很激烈的時候 先消耗一些體力 很健康 如果認識新游這麼多年 大家在娛樂新聞上 零負評 也不是的 有人說我廣東聽不到的 不,我完全聽不到 不喜歡字幕 聽得很清楚 有甚麼目標 在現在這個圈的發展 我希望… 例如今年我做了一些項目 是我很想做的項目 然後我真的做了那個項目 例如去年跳芭蕾舞 對,我突然拉一個演員 去跳芭蕾舞 然後今年的馬拉松 跟子華合作 這也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 所以你問我接下來希望怎樣 我也希望我一直這麼幸運 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而且我覺得以心由我意志 堅持一定可以做到的… 堅持? 以馬拉松來說 堅持一定跑得遠 連你爬也能爬到的 不一定要用爬,你爬也能爬到 對,所以一定可以看到心友 有不同的成績出現 謝謝… 謝謝你 心友,謝謝… 議員